逃离到东南亚各国 开启了联合国奈民署 在马来西亚的作业 48年来 奈民署致力保护奈民的权益和福利 可是 外表看起来就 看到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旧 地方也不大了 但是想起奈民的人数是那么多 职工在处理奈民的事件方面 是很大的考验 联合国奈民署从2016年 在马来西亚启动现金援助计划 为最脆落无一的一群提供保护 让他们得以满足日常所需 包括食物 饮用水和医疗等 四季雪龙分会是初始的合作伙伴之一 去家房的时候 那些难民他们都一直在投诉说 这些人没有听我们的电话 不理会我们 但是这里我们有看到的 就是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做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员工 他们真的是用生命 去做这一份工作 联合国难民署代表 汤姆斯先生带领团队举办查序 感谢合作伙伴长期的付出 也开放参访 难民事务处理中心 加深双边合作关系 多年合作 更平坦 答案新闻 林音益罗国窗 马来西亚报道 国际消息关系是荷兰政坛的震撼弹 只剩长达13年